头地不舒服 我看到在月光下 有个会点 在经常移过去 移动转到云里面 然后继续再移动 继续再移动 继续移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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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再移动 越再移动 这个飞链 原来是个透明的飞链 一般情况下看不见了 现在我用天眼看 天眼看就越再移动 这个和我们以前看到的飞链也不一样 以前我们看到飞链的时候 因为是在原地旋转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就能看得见 下飞链就形成了像飞链一样的 但现在就是在 一直在平移 一直在移动 一直在移动的时刻 就可以看到飞链和云之间的相对移动 它就这样穿过去 就这样穿过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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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过去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静态的 静态的或者特别大的飞链 现在看到飞链动态在移动 不是在原地旋转 在移动 移动的情况 就看到这个 这个引力穿过去 从引力穿过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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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现在我们讲的第三种形态 第三种形态 前面我们一直讲了很多年的飞链在 基本上在原地旋转 或者说即使在移动的话 旋转的很明显 所以就形成了飞链 或者形成龙卷风 就是基本上在原地旋转 或者即使是在移动的话 移动很慢 转的更多 是一种情况 现在我们一直在讲的 非常非常极大的飞链 在一个地方定格在那边 下面就形成了云 这个云就整体像个锅盖一样 在我们头顶上 整体像个锅盖一样 在我们头顶上 像个锅盖一样 整体在我们头顶上 感觉影响很低 感觉影响很低 现在呢 我们讲的是第三种情况 而那个飞链横向在银上 穿行 在银上穿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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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飞链呢 是一个不透明的 是一个透明状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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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横向走得很快 所以呢 下面既没有形成飞链银 也没有形成龙卷风 快速地移过去 这几种情况呢 这几种情况呢 尤其是呢 我们讲的第三种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 在下面就没有什么痕迹 但是呢 如果最重的话呢 如果它开在天眼的快乐 就是看到一个透明的 一个跌透镜了 哇 就横向的移过去 从银里穿行 基本上这么三个状态 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子的话 出现了这个情况 三个状态 实际上有第四个状态 第四个状态呢 我们已经讲过 情况当中有一些机构 我们已经看不下 非得有时候不透地 就挂在柱子上面 挂在上面也不动 也不闲着 除非要运动的时候才选择 它们四种形态 基本上 好了 知道了 再见 再见